华南区陈春香报道署去牛来自就岁 腰鼓师武庆新春 2021年2月12日大年初一 东旺志愿者应北海沈阳邦尼文化传媒公司邀请 在北海银海区万达广场 举办春节期间武师采清一眼活动 以图新的一年取个好兆头 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一部分 既丰富节日气氛 也具有娱乐情绪的艺术享受 东旺志愿者广西北海海城永辉 巨园 道河 德旺等9家课堂 共90多人组成志愿者服务队 一大早8点多 身穿新装不约而同 相约在万达广场门口 进行凌春助兴一眼活动 新年新气象 志愿者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新年快乐 相互间喜气洋洋拜大年 演出的志愿者们经过细心化妆 穿上红黄相见的腰鼓舞服 鼓师队也做着演出前准备工作 三位打鼓手开始了一眼的前奏 而在相隔不远处 志愿者通讯员意外发现 一排骑刷刷站立整齐 在春节期间坚守一线岗位的人民警察 正在接受北海市委书记的慰问红包 表达对新时代最具奉献精神的英雄群体的关爱 也展示出崇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的新时代情怀 采青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一个固定环节 也是舞狮活动的高潮 在舞狮的过程中 尤其是春节期间 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 掠取悬挂于高处或置于盆中的历史 因这个历史是扮演青菜 扑名采青 九点半演出正式开始 志愿者们各个神采飞扬 精神饱满 一举妖独舞热场 跳出了民族欢庆佳节的中国饭儿 三位打鼓手 随着鼓点的循序渐进 冲枪有力中 打出新春美妙的节奏 吸引着年假出门闲逛和购物市民群众 人越聚越多 万达广场仪式门田若市 一红一黄舞对狮子们出场了 他们相互间嬉戏斗闹 参态可居 配合默契中 带给人们大年出衣浓浓的节日氛围 吸引着市民们争相拍照 沾染新年气息的好彩头 奏望志愿者们的诗舞 补出新春的吉祥主意 补出了新年的欢乐幸福 补出了我国传统饮诗文化的民间艺术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现场表演 舞诗的志愿者们竭尽全力 消耗太多的体能 带给人们其乐融融的新年新气象 在志愿者们休息期间 市民群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争相抢着拿起鼓锤 敲击大鼓玩耍 图个吉利图个好气势 更有市民由中的夸赞志愿者们 打鼓打得很棒 诗舞告一段落 万达商场专门准备了民间特色民俗文化竹竿舞 现场由四位美女手 把手的交跳竹竿舞 市民 志愿者们都热情洋溢的参与其中 整个万达广场融进在欢乐 喜悦的气氛中 现场人潮涌动 拥挤成堆 有些想跳的都施展示不开 有挤着拍照合影的 有抱着孩子看热闹的等等 志愿者们春节首场演出 与群众们打成一片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大年初一五十彩青好兆头 新春首演志愿者们乐开怀 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也把街道点缀的五彩缤纷 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声 也带给人们春意盎然 新的开局年